王毅主任表示 中方对巴以紧张局势加剧 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深感痛心 我们反对伤害平民的行为 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做法 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克制态度 尽快实现现地局势降温 防止战火进一步扩大 当务之急是保障平民安全 开辟救援通道 避免加沙出现严重人道主义危机 王毅主任指出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症结在于 一直没有还巴勒斯坦人民一个公道 此次冲突以极为惨烈的方式 再次证明 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出路在于 尽快恢复真正的和谈 实现巴勒斯坦民族的正当权利 中方呼吁尽快召开更加权威 更有影响的国际和会 推动国际社会以两国方案为基础 达成更广泛共识 并为此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 联合国有责任有义务在巴勒斯坦问题上 发挥应有作用 中方支持安理会就巴以冲突举行紧急会议 中方愿同巴西及有关各方就此保持沟通协调 密切合作 阿姆林表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恢复和谈 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 共同推动局势缓和 我要强调的是 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没有私利 始终站在和平一边 站在公平正义一边 连日来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骏 分别同埃及 巴勒斯坦以色列 沙特外交部有关负责人通电话 就当前巴以局势表明中方立场 积极劝和促谈 中方将继续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一道 推动停火止暴 努力避免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 为推动巴勒斯坦问题的全面 公正持久解决 发挥建设性作用